来讲个前扯一个两分钟的蛋 刚才两个姑娘来找我指盘 一个白富美 还有一个也是 然后那个什么 刚才我请他们去沙河最好的餐厅 然后呢 这个姐妹 之前是一家公司CEO 上个月公司上周公司刚倒闭 他做的APP叫什么 发现周末 听过吗 没有 然后去年 我给你讲 去年是差不多夏天的时候 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通过那个什么 不是默默 他之前在默默干 这姐妹还是默默的早期员工 默默的CEO不是唐岩吗 他之前那时候唐岩 他是唐岩自己亲自招过去的 这姐妹 年龄也不大 后来去了豆瓣 后来这个自己去创业 我去年刚见他的时候 他们刚拿到那个什么叫 今日资本 不是 是今日资本 对今日资本好像是 2000万 投资 结果到现在刚烧完 所以就是说创业 这他妈的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九都得死 然后当时去年刚拿到融资的时候 那个那个 对吧 那个感觉他那个霉飞色舞 卧槽 当时对吧 现在掉过来了 调翻了一下 所以就是说他们 姐妹跟我讲说 他们最多的时候一个月 一个月他那个支出 呃 光那个光用户补贴就花了一百多万 光用户补贴 那一共融了2000万 用户补贴一个月花一百多万 就很快就烧没了 就把钱烧没就完了 不接地气啊 所以倒闭了 anyway 那 我们来看我们的 所以创业一定要慎重 真是 不吃不霉啊 那 你们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可以获取这个资源了 你们都是了吧 那 想修改怎么修改啊 就是 我现在都是获取 我现在想修改 你看 在这里 你要修改的话 不是 哦 你要获取还可以选择方式 看 现在是json格式 看到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API 你看 也应该符合这种要求 我这后面加个format 就可以返回json的 或者再加个别的 就可以返回别的 对不对 一般企业现在只提供 json的格式 啊 json的格式 那 那 停客 那 现在说 我如果 我如果 现在想干的事情是 创建一条数据 上午说了 你是不是按照这种格式就可以啊 那 好吧 我就给你演示一个 我们自己 创建一个数据 好不好 自己创建 那你自己写一个 什么呢 自己写一个模板 写一个URL 写一个视图 然后用他这个来创建 好吧 可以吧 给你演示一下啊 需要演示吗 好吧 你做一个吧 多少钱 你干了 你演示一下 要不然你为我打中 你知不知道 对对 对是 呃 test post 写错了 然后 css 好厉害啊 都不写的单 哦 前端不是我叫的是吧 告诉你前端我玩的溜着呢 真是的 不惜勒 你 玩老六了 没有 你不相信 真的 配吉见了我 我玩的溜没用的 我们学员玩的溜才叫你们成交牛逼 对不对 说你有啥用啊 你的目的就教我学生 行行行 因为咱们这是 失败还是不失败 这不是我教的 好吗 好 比如说关键时刻你就对策责任 你不是教学的严吗 哈哈 对不对 我不是 现在学科带头人已经被佩奇 已经是佩奇了 我已经下野了 你说的是什么话 哈哈哈 你的指数人就说的是什么话 你找到的 是 是 是input是吧 然后 tap 等一个submit 然后 vlvl 等一个create 好了 下一个unl 转到apr 下吧 这里 写一个apr test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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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哎 哎 我 我 你 就 啊 啊 又一眼洪荒之地让老公不帅 啊 啊 哈哈 不是 通讯网 你问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吗 啊 你不认识小蚂蚁吗 就是生活都没有意义的 问题能够答吗 我说说 那周围叫啥名字吗 有啊 有没有宇宙啊 你说呢 如果不等于get是不是就等于post呀 张国的默认指示是两种模式 一个就是get一个post 像put什么他都不支持 你知道吗 你要想让就是你自己去拿到这个request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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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请求头然后自己去取出来 对解吗 啊 自己去封装 啊 但一般就这两种也就 啊 data等一个requested.get 啊 hosted.get data 然后 嗯 应该是反虚电话的 json.loads 好 先print拿到这个beta啊 啊 好 融完他之前还不行 当然不用还了 烧梅就没了 烧梅就没了 你融得到啊 你融得到啊 我的哥 不容易融到啊 什么的 你来给我投 我让你把你家里所有钱拿出来给我们投 啊 是是是是是 你开心就好啊 同志们 我们来去创建一个什么呢 创建一个呃 创建一个简单的 你看看啊 因为资产里面涉及的资断好像还挺多的 哎 其实创建一个资产也行 看资产里面有哪些资断呢 对也还好 大多数都是不是币田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资产 那先看前端这个怎么创建一个资产呢 大家来看 是不是你只需要填这三个字段就行了 现在 是吗 只要填这三个字段 啊 SN asset 然后management IP 然后同志们 这个asset type呢 给它写成什么呢 server吧 s s s 首先这是一个json的格式 然后呢 我打开 把这个copy进去 好没有 哎呀 人家这胖不行 再来看 后端现在是不是已经获取到数据了 那怎么去创建这个这个这这条资产呢 怎么去创建这条资产呢 啊 当然不是直接让他上手 咱们用那个东西 看上啊 你做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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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判断form表单一样 if rest obj.is valid 直接怎么办 是不是save一下就ok了 来 否则的话就直接有错误了嘛 对不对 然后 封管有没有错误 啊 反正就是直接返回 rest obj.errors 就可以了 我的前端 在这里 同时 前是 errors 可以吧 有错误他就返回了ok吗 没有错误时候又创建了 可以吧 啊 测试 测试 如果返回他好像还可以有一个叫什么呢 st obj.error data 没有 好 我看看返回那个data有没有啊 data 这个也加上吧 好 好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试一遍 看着啊 来看 这个id是不是自动生成的 这是已经创建完出来的那么一个结果 对不对 把这个data也返回了 创建并返回 那好 现在看数据库里有没有这条数据了呢 我自己创建了一个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创建了 对吧 是不是很简单 那如果创建的过程中有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现在是不是还要alex test 啊 sn是不是唯一的 肯定不让我再创建了吧 是不是返回错误了 上面那个是错误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没有创建了 其实 下面那个是你提交的数据 这你刚才是不是提交了一个数据啊 咱们要确认一下 这个是你提交的数据 还是数据库里的那个数据呢 怎么确认 可以确认一下 我把它改成12 22 看返回的是什么 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数据库里那个是不是11啊 这是不是你自己提交的那个数据啊 啊 与数据库没关 数据库里那个数据还是这个 对不对 然后说 数据库已经有了 他就不会再创建了 对不对 哎 这样就创建 好 创建 需要怎么写啊 是不是只需要 就那么几步 就这样写就行了 对吧 没错吧 直接调用这个serializer 就可以实现了 简单吧 你就可以创建 好 然后我告诉你哦 他其实还可以 创建多个 就是你如果有多条资产数据 同时的 他还可以创建多个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行吗 这个我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 但是他确实是可以创建多个 我们试试行不行 好不好 那 那怎么办呢 你创建多个 是不是有个字典了 有个列表了 还是个列表 然后 然后 Alex test 2 23 test 3 可以吧 上台看看能不能创建啊 哦 不行 这什么意思啊 不是 这是Jayson出错了 这是Jayson出错了 这不是双影了吗 就是这种他现在不是一个标准的Jayson格式是吧 不应该是这样吗 莫洛哥 我先把他Jayson dump一下行不行 对Jayson dump一下啊 好 然后 哦 是这样是吗 他还怎么有这个很多换行呢 哦 我知道了 你看他这个Jayson 我靠我要直接这样粘贴行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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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son什么 对 找一个网页转的是吧 哦 不是 不是 哎呀 就不应该给试这个啊 给自己找事嘛 在线Jayson 转换 能转成Jayson的是什么 在第二十二行 现在我们这里也不需要 这个可以了是吧 这很显然是一个合法的Jayson啊 哦不行呢 呀 行行行你回去试吧啊 就加上那个Money你就可以 不意的问题啊 加上那个Money你就可以什么了啊 你就可以去去创 他就自动帮你创点多条了 OK吗 可以吧 你们要试一下吗 行那你抓紧在这试一下吧 我把那个截图发给你们 刚才你是不是你要自己想试的话 你是不是自己先写一个放表单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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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哥 是吗 你们怎么回事都 是是还是不是 不是我们讲新的 是 是那就哎呦 那你就自己写一个放表单 让你写一个这个 真 仇人 哎 что 你返备公众院社会 叫你不好公众院学生 行行行 不行 不行 沾贴都沾贴不 你已经是神了 粘贴都粘贴不过去啊 粘贴不过去啊 我把这段代码给你copy过去 来快点试一下啊 我在这试一下这个多里多的 哎刚才那个many to man就是那个可以创建多个的你试了吗 创建多个没问题吧 你看我在这里创建多个看到没他已经返回了 创建了两条 这我刚才创建了你看我回退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回退啊 我已经把那个关了 就是你只要写上many然后创建多条 你那个json是符合格式的就可以理解吧 对我刚才那个格式错了啊 好了呃然后来看一下 这个的密码是多少啊 当然做md5的数据库哪能写明文密码啊 出去这么跟说不让人打死啊 好嘞 好嘞 也是三分军 哈哈哈哈 不认识吗 哈哈哈哈 好嘞你也是三分军 好嘞 就好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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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看 您这会吃游戏啊 对吧 上去这喝 看看 我这吃游戏啊 其实这个地方非常的简单 重点就是说我想跟你讲的是这块 因为这块我们今天不讲都可以 因为后面的项目里面都会涉及到画图 这个不是着急的 我们一会看时间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怎么实现的 因为这个你其实发现 我在这里所有的这种过滤 动态过滤 多个条件的 大家来看 其实都没有用埃甲克斯 是不是都是用的放目标单 那好 大家来看 首先你们甭管你们做以后做自动化开放也会经常涉及到这种 这种表的查询 就在前端展示这种增产改查 对不对 前端增产改查 你看你说这个你这个查 你要想从你要想从后端取数据 就两种方式 一个是通过 就是template模板的形式 就直接把它返回渲染之后再返回数据 对吧 对吧 还有一种是什么 是不是就通过AXE不去取啊 OK 所以像现在这个表 像现在这个表 那 如果你用AXE去取的话 可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 就AXE去取 然后你这个这里的数据都变成 就是你不用刷新页面了 直接就取回来了 对不对 但是你在这个页面上的构建 是不是你自己的拼字无串去构建相当于 对吧 你把每一行每一列是不是给它构建出来啊 对吧 然后你比如说 如果我在这里做一个搜索 看到没 我在做一个搜索 然后如果你一起点 如果你不想用这个 不想刷新表单 你直接用AXE的话 那你肯定是拿着这几个条件到后台去取完数据 数据返回 后端把数据返回完 肯定是个字典的形式 或者是什么列表 你在这里 把这里的内容再刷新 对不对 其实那样也可以 那样的话 用户体验上会更好 理解吧 用户体验上就不用刷新页面了 对不对 但是对于开发者 写的代码就多了 对着意思吧 就写的东西比较多 我是觉得呢 就我不愿意费劲 我就用直接用template就直接做 这用template做 那用template做呢 这个其实 首先我跟你讲 你们想 从后端取个数据 前端 就返回到template里面 template然后一放循环 就把这个数据渲染出来了 这个都会吧 这个都会吧 好 那区别就在于说 哎 你看我这里是怎么实现的 怎么实现的什么呢 首先你这个分页 你们之前怎么 你们讲过吧 分页 你们怎么实现的 固定值吗 那你们分页是自己写的吗 别忘了 到底自己写的 还是还是分页是老是 佩琪教美带着 你们从头写了一个 还是用的现成的 写了一个对不对 行 原理你就走了 那我再告诉你 还有现成的 好吧 那反正我就是用现成的 我就用现成的 现成的张购里面 有一个现成的 因为分页 这是一个通用分页 对吧 那张购里面 现成的分页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我的吗 没有啊 我导入的东西都没有啊 在这 努力 加油 这不是最新的吧 哦 是是是是最新的 我弄错了 没事啊 在这呢 这个views 大家看 现成的那个分页用什么呢 看到没有啊 看到没有啊 叫PageNator PageNator 然后呢 什么 EnterPageNator 那个不用管 从这个里面导入PageNator 然后 大家在看 怎么个用法呢 怎么个用法呢 注意了 这个数据 就是你的 你从数据库里取出多少条来 就是多少条放在这 OK吗 嗯 然后 你想干 你想干嘛呢 你想给它分多少页 就这样写就行了 比如说 我从我的数据库里 交互模式知道吧 然后 从 Jungle点 跨点 PageNator Import paginator 然后 对了 首先你要把这个数据取出来 fromassets 然后 是有很多条 多少条 十条 那好 现在 我给它分页了 分每页 两条 然后 大家来看 此时是不是就生成一个对象 然后生成一个对象 此时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对象里面有什么功能 大家来看 这个p.page range是个什么东西 分了几页 对不对 是不是 no 它是一个页的范围 从第一页到 是不是到第六页 那不包括六 对解吧 因为十条 那不包括六 然后 number pages 一共分了多少页 应该会显示 五页 是不是五页 然后 现在看 它的 配置就是两页 每条 两条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看当前的配置 当前的配置 好像又是一个单独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 不能取了 当前的配置是 是这样吗 不知道 不是 pagionator 我知道了 你现在 要往里边存一个值 你想获取哪一页 理解吧 现在 这不是当前的配置 就是说你想传 我想获取第二页的内容是什么 你解吧 看没有 对吧 你取到第二页 然后此时就是 打印第二页的 应该是打印第二页的值 这能看出来是当第二页吗 你从从开始看呀 哎呀来看 哎呀来看 我第二页是不是第三个第四啊 你看第三个第四 是不是正好是 这个地方啊 干嘛怎么往教室里吐呢 啥都没吐啊 干啥呢你啊 不能往教室里吐啊 你找不来我看一下 行行行行 啊行行行行 来不用填了啊 给你省事了啊 来同志们 大家看 这是不是正好第二页 哎 所以就是说你用这个县城的 那你每次过来 是不是 就是 你传过来第几页 是不是直接这样就过去到了 对吗 是不是就不用自己写了 对 可以理解吧 可以吧 可以吧 可以呢 那 你只希望 你看我这里 我这里传进来的时候 只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在调用的时候 传一个配置参数 你配置参数等一个多少 我就给你取多少页的值 理解吧 OK 好 同志们 那 现在跟你讲张果的命 来 这个 有的思路不要乱啊 为什么又跳到张果的命了呢 我给你看张果的命的一个东西 我的哥 张果的命令 大家来看资产 资产总表里 你看 现在是不是这所有条都显示了 来 我问你 张果的命令 可不可以配置显示多少页 显示多少条呢 知道怎么显示配置吗 不知道吗 我的哥 Fuck you guys 看到有一个叫list的配置吗 对不对 你在这里随便改 改成五条 你看这里 是不是就变点一样了 我想要的是 我在前端展示那个 我那个东西 然后配置按张果的命令来 你可以有意思吗 没有 你现在再跟你说一下 你张果的命是不是已经配置好了 前端要展示什么东西啊 我想让我的前端的页面 就按这个张果的命的配置来 你有意思吧 张果的命怎么配置的 张果的命这样配置完了之后 你是在张果的命本身这个地方生效的 对不对 但我想要的是同时 也在哪里生效啊 是我自己写的这个页面生效啊 你有意思吧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可配置的了 好吗 想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办 想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办 想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办